我们世界业检疗华人团体联会成立于2001年, 至今已经快将近十年了。 当初我们为了邻居,我们就鼓世界各地的业检疗的华人。 因为世界业检疗华人来到美国至今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。 大家在白手起家各个奋斗, 已经在各行各业创下了一方事业, 也如在南加州餐馆业或超级市场业或快餐店吃一场。 这方面都业检疗士团华人都做得非常成功。 我们业检疗士团在第一届、第二届在洛杉矶很成功的组织会员大会。 第三届就到了厦门, 第四届就到了柬埔寨, 今年第五届就在寮国永庄, 十一月份会很隆重的举行。 每次参加的人数都超过两三千人。 那业检疗在慈善捐献方面的成绩也很不错吗? 还有有关做慈善这方面, 业检疗人士也做得很好。 因为当初大家在三十年前自身受到苦难, 知道受苦这方面的需求。 所以在坚垮方面都非常大方。 例如以前活东水灾、华南水灾或911, 或两年前四川地震, 我们这些检疗都很慷慨解囊, 在每一次筹款都超过五六十万。 至今我们已经建出了几百万美金以上。 那在参政方面呢? 参政方面,我们越紧了, 知道我们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, 所以已经在六年前成立了政治联盟, 来支持有关华人或是任何政治人物, 只要他能够对我们华人取一公道、取一利益, 我们都会大力地支持他们。 在越华的侨教方面,教育方面也做得不错哈? 我们在侨教方面也都还有一点点的成就, 因为各个社团都各自办中文学校, 例如我们四大侨团也曾经开过了中山学校。 现在目前还有叶博会, 许多社团都有办中文学校, 对我们中国文化都将它发扬光大。 在这些设计中文学校。 是在英文学校中文学校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入学校。